今天主日的信息是来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二十节 所以请把你们手中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 当我在朗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请各位记得这不单单只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事件 这更是神无谬无误的话语 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十都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这是居尼柳坐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 众人各归各成报名上策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 到大卫的臣名叫伯利恒 因为他本是大卫一家一组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殿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罩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 还要去看守羊群的时间 就去了 这一步就会有两个人 就会有很多人 是这样的 我可以说 你不可以说 你不可以说